海魁颱风步步进逼 而最新的状况是如何呢 我们把时间交给家萱 好 大家晚安 回中晚安 我们带你来看到 现在海魁颱风的最新动态 因为真的是太诡诀了 路径是不断的上下下下的变动 那现在有可能又在往南偏了 气上去最新预估 可能它的登陆地点就在台东 或者是横春提醒东半步 一定要特别留意 目前海上颱风警报 跟陆上颱风警报 是一起发布的 是来看看海景的部分 东半部海面巴士海峡 还有台湾海峡南部 要特别留意 要提醒您不要去沿海 进行一些作业了 那来看到的是路上的部分 早上十一点半的路警 只发布了花莲跟台东 那现在刚刚最新一报 已经增加了南投嘉义 高雄屏东跟横春半岛 所以这些区域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特别留意 因为海魁颱风 目前就在台湾的 大约五百公里的海面上面 是持续往西来移动的 而且过去它有增强 每秒是三十八公尺的 最大风速 齐极风半径 一百五十公里 时速又有稍微变慢一点 是七转十四公里 这也就代表 它会影响台湾 会越来越久 所以可能会到下个礼拜三 好 下一张图表 马上带你来关注的是 它的最新的消息跟路径 我们来看海魁颱风 目前是往台湾来移动的 但是可以看到它到了礼拜一之后 会在这边来打转 因为它过去导引气流 其实不太明显 太平洋高压也逐渐的退去 再加上它处于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低压带 所以它到了礼拜一 虽然可能这个登陆地点 慢慢的往西来移动 但是在台湾海峡这边 会呈现一个滞留的情形 甚至还有可能会回转 来一个回马枪 不过要提醒您 它在这边滞留可能会多达三天 所以到时候吹进来了西南风 中南部要注意 因为之前就有这样子相关经验了 尤其现在又是大潮 所以低洼地区 尤其是南投山区 特别留意 到时候礼拜一到礼拜三 雨水会越来越大 那下一张图表 就带您来关注的是 它的影响时程 明天的早上呢 就会暴风圈 碰触到台湾的陆地 那其实今天晚上呢 就会触及到海景线了 那明天的晚上 到了礼拜一的清晨 影响会是最广的一个时刻哦 所以要提醒您要严加的戒备 那到了礼拜一 虽然它出海了 但是现在路径非常的不确定 因为它的导引器流非常的弱 所以现在有各国的戏籍 都有预测到 可能会来一个回马枪 但是现在中央情商局也说了 这个路径还不一定 这个不确定性非常的高 但是还是要提醒您 因为现在就是适逢大潮满潮期 所以低洼地区中南部这边 一定要特别的留意 那下一张图表 马上带您来关注一下 未来的降水预报图 今天台风接近 那尤其是宜兰这边 今天可能雨势会稍微大一点点 如果西半部 还是可以看到阳光露脸的 不过随着晚上 台风慢慢地逼近 到了明天一整天 可以看到这个预测 变得非常的不一样 尤其是东半部这边 山区 还有中南部地区 跟恒春半岛这边 可以看到已经亮起了紫色的色块 呈现了紫暴了 所以也就是说 这边的雨势会非常的大 那到了礼拜一 刚刚有提醒您 受到台风跟外围环流的影响 因为它会呈现滞留 所以可以看到这两天 最不一样 礼拜一天跟礼拜一 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中南部这边 已经呈现紫暴了 在礼拜一的时候 所以要提醒您 严防海水倒灌 这边雨是会有局部的 好雨跟大雨 那什么时候台风才会远离呢 刚刚有提醒您 因为海口的台风 入境真的是太怪了 如果它没有来一个回马枪的话 那礼拜四开始 就会远离了 那到时候台湾 这边就会呈现一个 低压区低压带 但是因为在低压带呢 雨水还是很多 非常的天气状况不稳定 所以到时候可能还是会有 降雨的一个情形来发生 不过再怎么说 要提醒您 今天因为天气呢 是比较稍微 相比下来是比较好一点 一定要赶快做好房 才准备 明天后天开始 这个台风就会慢慢的逼近 那雨势也会越来越多 那今天的部分 我们先来看看 今天其实各地 都有午后的雷线雨 到了晚上之后 还是会有相同的情形 所以雨势呢 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 不过有看到的是 在今天入夜之后 这边是宜兰喔 因为呢 这个台风逐渐的逼近 所以东北部这边 雨势还是会稍微 比较大一点 不过有提醒到您 在明天开始台风逼近了 所以一定要做好房台准备 那以上就是这节的气象 我们再把时间交还给北纠 我们再把时间交还给裴军 ionen surround